這次的事件我們就說 臺灣現在面對中國都是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說現在選總統 韓國瑜的態度很重要 韓國瑜態度有中槍嗎 一個口口聲聲捍衛中華民國 不惜粉身碎骨的總統候選人 既然會騎巧講政治歸政治 經濟歸政治 他不敢公開向中國喊不 我就覺得說這個人家粉身碎骨 我真的很瞧不起 你粉身碎骨為了這個事件 你就要公開站出來 因為你在選中華民國總統 總統怎麼兩個字不能講呢 對不對 這個不是什麼政治經濟的分開嘛 你曾經信誓旦旦 在趙市長幾十萬前面講的 不惜粉身碎骨 現在連你不必要粉身碎骨 只要口頭上向中國講一聲 不你都不敢 所以博特王比館長都還不如 今天這個博特王這個事情 只是繼館長之後再一次顯示 我們的年輕人 我們的青年世代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這件事情我的看法 也許跟很多來賓不一樣 大家認為說台灣總統這四個字 對他們是禁忌不能用 不是的 昨天我不知道觀眾你有看 電視新聞這段 你如果沒有去網路看 博特王跟小英總統在一起的那一段 點閱率四百萬三四百萬 你看我相信大家在播這段新聞的收看率 絕對也是衝破衝高 因為我剛好我在看我年紀看了 跟不同世代年輕人看大家笑嘻嘻 跟領導的人看他們講說 總統他講中一句話了 這種事情如果在中國去播出讓中國人民看的話 他們會說台灣這麼自由最高領導人 總統居然可以這樣拿來開玩笑 可以吃他豆腐 我們的習近平連講小熊維尼都不能講 異稱都不能講 不能開玩笑的 連最親熱的這個習包子更不能講 會抓起來 那人家在台灣你看看 還可以聊沒聊到小英總統 還可以吃他豆腐 還可以把他當結婚對象 還可以把他寵壞心頭肉 他們這個已經台灣整理了 可是這段影片彰顯兩個意義 一個意義是什麼 台灣的民主自由 跟總統也可以這樣子 無厘頭的開玩笑 總統也是笑嘻嘻 第二個彰顯什麼 小英總統的年紀 無形中下降至少20歲 對不對 大家印象中 波特王是專門去聊那種正妹辣妹 那個聊妹的 他跟小英總統快60了吧 停會委員 對吧 60多了 年紀有差距 聊起來說也蠻覺得很有意思 也不會輸那種年輕的妹妹 所以大家看得很開心 可是我知道還有很多那種味道知識 已經皺著眉頭 尤其國民黨那些老一輩子 成和體統 成和體統 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中國的那邊 不是因為只台灣總統四個字不能出現 他說這種影片 整個中國下去的話 中國十幾億人口在看這種影背的時候 什麼時候他們能夠跟他們領導人開開玩笑 不要講中央 就自己省級的領導人你敢開玩笑嗎 對 就開都不敢開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在1977年中國的共產黨的十一大 重新組合他們的中共宣傳部 給他們百分之百的掌握生殺大權 所有媒體 平台的 所有電子的 網路的 全部歸他空 他們唯一一條 基本信念 所有的有形無形的宣傳工具 都是為黨服務 就這麼一句話 他叫你停就停 把你放在 所以那一家 中國的那家私人企業不是中央的 什麼自由自在還是什麼東西 他會不知道嗎 明天牌照給吊銷他什麼都沒有啦 可是我們這邊不怕 我們就頂多就損失嘛 所以不得網講頂多就損失這些 跟館長一樣 館長損失比他可能更大 他們寧可這樣損失 可是他們彰顯出台灣人的骨氣出來了 年輕一代有骨氣 這個東西也不必再跟台灣的年輕宣傳說 中國那邊打壓很厲害 管制很厲害 周子儀事件什麼 太多太多 現在我們的年輕人都已經懂了 我們只是奇怪 你要選總統的人為什麼不敢 站出來 維護我們自己台灣的民主自由言論啊 為什麼還要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我給大家看 如果你還敢用這種話 在你的選舉場面講 用選票證明人民才是政黨的爸爸 你請跟中國共產黨去喊一下給我看看 對